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您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 介绍今天现场三位评论员 首先是黄阳明先生 大家午安 以及陈辉文先生 还有黄伟汉先生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黄伟汉在笑说我们介绍用先生 三位评论员今天是黄金阵容 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国内选举 快要到了陈时中的免制马桶的政策 现在被大家讨论了 而且已经变调成偷窥狂怪叔叔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洗掉 像这样子的一个风向 陈时中昨天晚上的脸书 PO出这一张图看起来很温馨 就是他的孙子跟他在今年的除夕 两个人像是宝贝 这个宝贝孙的大玩偶 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其实是蛮温馨的 我个人觉得 可是照片有一点点久了 因为是除夕当天 距离现在半年多了吧 半年多了 陈时中部长可能是想要凸显说 在防疫期间 其实都没有办法跟家人互动 享受天伦之乐 可是很多人脑中挥之不去的印象 却是当时在防疫期间 去杨明山欢唱唱卡拉OK 以及脱罩喝红酒饮宴的照片 像这样的过往记录 其实实实在在 还在很多选民的心目当中 更不要说最近所谓 免治马桶风暴 像这样怪叔叔偷窥狂的意象 其实还粘在他身上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陈时中 最近非常罕见的三度 为这件事情道歉了 陈部长道歉了 我们的前部长他道歉了 他说第一个是9月4号 第一度道歉在早上 他说没有骚扰的意思 观众朋友 他说这是清洁身体是权利 其实后面这一句 没有人说不是权利 厕纸 卫生纸充足这件事情 其实比较重要 另外当天下午他又讲了一次 他说其实他的原意 是想要让台湾成为 更有文化的国家 可是也有人说为什么 有了免治马桶 我们就有文化了吗 来听听看 阿中部长他是怎么道歉的 还是要回归政策的一个主题 那光是这样的一个责备 并不会让人家来当选 那重要是要提出证件 看市民怎么样才会好 我们在画面上 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让大家如果有感觉 这样子的 那我们表达我们的歉意 让身体能够更清洁 更舒服 这是市民的一个权利 您看了陈时中 他今天早上再度向市民 向选民道歉了 不过还是很多人 从他的道歉文里头挑出毛病 什么叫做回归政策主题 不要责备别人 这样不会让人家来当选 于是就有人说不能批评吗 因为你提出的政见 有点太牵强 难道民众不能批评吗 可是在同温层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陈时中的LINE的群组 有一些支持者 他们会成立一个LINE群组 群组里头就有很多人写说 这样其实声量变高不错 有新闻点 阿中有新闻点 影片休一休 还是很多人会看到 你看看现在蒋万安跟珊珊 都没有人在讨论了 所以某种程度同温层里头 还是觉得这样的操作 还蛮不赖的还不错 那当然因为这个公策的议题 牵涉到偷窥 牵涉到女权或者是人权的议题 私密的一个讨论 于是就有人点名范云 因为范云也是他的政策小组的 成员之一 他范云老师昨天 范云委员昨天特别点名 国民党跟民众党要出来打球 他说你们不懂女权 双标说到性骚扰 他又提到一次 国民党的陈雪生委员 曾经对范云委员性骚扰 而且是法院认定的 可是更多人想到的是什么 过去那两年 过去这三年 民进党党内其实有一些 性贫的问题 包括严若芳跟王定宇 爱香随送早餐 这样子的疑似的租房 租客跟这个房东的一个事情 当时有人点名范云 还有包括高嘉瑜的家暴事件 当时范云好像都没有特别 去照顾他们 那另外谈到免制马桶 这件事情本身 观众朋友 可能在这个陈雪中的团队里头 还是有很多人 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还在不断的在辩护吗 还是不断的在说服民众吗 你看到管壁领馆吗 是说你黄珊珊 你自己也在议会使用了 因为台北市议会里头 有免制马桶 你都使用了这么多年 你是享受者 你现在批评 其实不太对吧 那吴四瑶是说 其实他自己也很爱用免制马桶 所以大家都在帮免制马桶 背书怎么回事 是不是要变成 他们的广告主角了 林静怡她有医师的身份 林静怡委员是说 特别讲说 其实重点在于要洗手 可是更多人想到的是 喷嘴的清洁问题 不管如何 不管你是支持公厕 装免制马桶还是不支持 可是已经有潜力了 这也是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在新竹市 当时的小智还是市长 他其实已经首开先河了 他在新竹的护城河公厕 已经建制了免制马桶 而且是两年半前 他觉得这是进步的城市 那样的主轴 可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两年半后的同样的免制马桶的公厕 就有一点点不是很好看的 就蛮脏乱的 而且真的很不卫生 很多使用者其实 使用完的评价不一 有人认为很脏 有人认为你这个插头 其实你都会把它拔掉 然后你要用再插回去 那高宏案的说法是说 根据了解有高达8成5的民众 不敢使用 沈慧宏今天的反应是说 好的政策他不会停 当选之后还会继续推广 那另外必须讲 这一张新竹护城河公厕的 免制马桶的现况 让人家看觉得不是很舒服 那未来会怎么样 难道我们台北市市长的选 选战的主轴都要变成公厕 都要变成马桶了吗 请教杨明 首先我想这个免制马桶的问题 居然可以吵到第三天 其实是蛮离奇的 这个可以说是自爆 我觉得是一个地雷自爆 但是这个爆炸是源自于谁 源自于陈时中自己 你在拍那一部广告影片的时候 你自己做了一个 这样子偷窥的动作 你难道不会跟广告团队说 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自己拍片的过程中 都没有反应的话 那你不能怪别人 你道歉就是你活该 还是因为他有反应 然后其实小组的人说 这个是专业 所以他就只好 那你就只是一个演员而已 那你不适合当市长 因为你市长是要决定说 现场状况 市长你要做决定的 要判断 对 你怎么会旁边说 市长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你就听了 这个叫听性残言 好 我最近听到绿营里面 有一个更好笑 因为这两天因为 他们当天就把影片下架了 然后绿营内部就在猜说 到底是谁主导这支影片 然后就有一个阴谋论说 是焦糖 焦糖 就是他那么没水准 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结果焦糖到处讲 不是我 是党中央的文宣部门 破案了 他就强调 因为焦糖为了要跟自己 要撇清 对 他不要自己受害 他觉得这个锅他不要背 然后他就供出来说 是党中央的文宣部门弄的 那你看 如果今天连民进党中央的 这个算是总统级的文宣部队 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一次他们文宣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以为我用文宣就可以碾压一切 连这种最基本的敏感度 都缺乏的话 我想民进党现在的问题是 不只是整个选战步骤的问题 不只是节奏的问题 是整个螺丝已经完全松掉了 最近他们内部在评估 目前年底有胜算的县市 你知道吗 没有桃园 没有桃园 没有基隆 没有基隆 所以为什么 蔡英文连续两天到台北 在台北陪陈时中 因为陈时中目前还是 党内评估有胜算的 所以他们认为台北市的陈时中 还是有胜算的 还是有胜算 对 他们认为说因为撒哈都 他不是一个需要过半 才能够获胜 但是而且现在他认为说 他们党内民调认为 还咬在所谓的误差范围内 或说甚至是平手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台北还是有机会 但是桃园 基隆 新竹 这三个现在执政的城市 都没有列进去 有可能 剩下的你知道 剩下都是嘉义以南 就是陷在他们优势的区域 所以这样看起来 民进党很不妙 是 台中以北 恐怕通通告急了 是这样吗 伟翰 杨明讲的大白话 在我们的大白话节目当中 民进党现在是4加1 加1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线 然后台北市而已 桃园市 新竹市 基隆市 民进党票的评估都是属于 不一定赢的 而且很可能不会赢的 但是观众朋友 蔡英文总统跟朱立伦主席 两个人刚好都在抢三 因为民进党觉得说 我台南高雄不会输 我只要再拉一个台北 虽然我桃园也许掉了 上次2018只有两个直辖市而已 桃园跟台南 上次高雄是被韩国瑜赢下来的 我比上次的六都 两都变三都 多一都 不要叫我主席下台 虽然上次选了六席 这次可能只有五席 只要台北市赢了 蔡英文就去当党主席 赖清德后面又去完杀 所以关键中的关键 就要拼台北市 结果失智 失能 失温 刚杨明讲得太好了 你是市长候选人 你自己在那边拍 那是一秒钟拍完的 我们今天来录影 要录一个小时 拍的过程 这两天还有 我就不要放了 因为那有一个 那个女生未必要让他看到 眼神死了 在后面帮那个陈时中 顶住他的屁股上面的裤腰带 还没有放到他屁股 因为陈时中 有这个花絮 有啊 有啊 我不知道那个照片怎么来的 所以我有那照片 在五幅方面给大家看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 陈时中顶上那个厕所 往下看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女生 是撑住陈时中的腰带 褲腰带 然后那个人的表情是这样 眼神死 他也很无奈 所以现场我想显然 如果我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是现场的厂控 我是负责买便当的人 当然你可能不会听你讲 如果我是导演 我是写分镜的 这个基本上观众朋友 他不是一下子就出来的 他还有创意 然后还要笔案 还有脚本 然后脚本还要画分镜 那一个看 那一个看 然后刺他头要抬起来怎么样 然后他还要过来 对不对 他过程中 然后还要拍摄以后 最后还要剪完片 又还要验片了 才能上架 观众朋友 这些东西都不管了 连上架之后 在那一天记者会 我也回去看 我们现在是把那几秒剪掉了 现在这个几秒是剪掉了 在公布证件 放这个影片的当场 有吴思瑶委员 有管碧琳 还有主持人是楚音 全部还有现场的那些记者跟来宾 都是 大家哈哈大笑 对 还拍手 所以你现场 你这个不是什么意外 你就是觉得这是OK的 可是后来发现不OK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两个字叫失能 林志堅的论文 已经被台大认定是超级 你还要硬挺叫失智 虽然我说话重了 可是看起来就是这样 人家自己界定就是这样 你又嫌疑了 你过程中你在拍摄的时候 程中把头探出来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卡就搞定 你都不觉得怪怪的 然后他现在po了一个 跟他孙子的 这完全是订购套菜头 那请问 你的孙子在上厕所 被人家在抬头过来看 弟弟你会什么感觉 你叫他下去 你躺下 你躺下 你上厕所 所以这是不OK的文圈 但他就把他当成这件推出来 关上我再讲一次 免治马桶要不要推出这个市政的证件 公车道什么行程专用道什么 那都是可以讨论的 这个可以讨论的 脏不脏那是因为是有人还是觉得不错 当然我知道我所认识的朋友 尤其是女性朋友说根本不可能用公共厕所的 这个不要讲不可能用公共厕所的喷嘴 连坐都不敢坐下来 很多女性朋友讲说其实就是根本就是 如果不要碰到那个坐垫 他就基本上都不要碰到 然后卫生纸不够或者是 其实后来有人跟我讲 你只要两样东西就够了 一个是酒精 一个是卫生纸 有酒精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有卫生纸的状况之下 他反而会使用前 使用后都各差一次 那个厕所的清洁度会自动就会高很多 所以并不是要去弄这个喷水 这可以讨论的 我就只有一句就是 那你要推销这个 打不过这个画面最好 这根本就像在卖马桶 但好像是在一起还比一个赞 马桶拿这边以后然后赞 对不对 这是在卖马桶 这不是什么市政推出 你要推免制马桶的证件 跟你要去模拟一个 你送给一个在找不到卫生纸的 这如厕的人给他免制马桶盖 跟你要把头探过去是完全 今天有个网友来脸书留言 他讲说因为是他先敲了门以后 然后他就送过来 所以把头通过来他觉得很正常 那我说我真的跟你想法差很多 就算只是给卫生纸 不是给免制马桶盖 你给人家位置隔壁跟你借 你去到看他一下 要是慧恩哥 我借 一看我杨敏算了不借 是这样吗 你可以探头过去看的 探头过去看这事情 基本上这根本就不可以被允许的 可是他就把它拍出来 拍出来的过程没有人喊停 没有人踩刹车 这个市场参选人他就是火车头 他也不知道应该踩 所以这个团队是失能的 非常严重 在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守门人 我们说我们新闻记者 我们新闻也有守门人 这个团队应该也有很多守门人 可是每个守门人都觉得是OK的 这蛮令人诧异的 请教回闻 这个上个礼拜 四叉猫在这个马桶的广告出来之前 他预告 他说他很开心 陈时中找他拍了一个广告 在这个马桶上面 打马赛克 我想说到底是什么 我有点诧异 因为之前陈时中 还有去这个同志的酒吧 我想说是不是跟这个相关的 结果没想到是马桶 四叉猫你也帮帮忙 如果蒋光安找我去拍马桶的广告 我一定把马桶扎在他头上 你要拍这种的 你找别人 你找他去拍这个马桶 这才很怪 大陆的网友看到没有 我们台北市长的选举 在讨论的是马桶 所以民主选举有什么好羡慕 就讨论马桶 这马桶有什么要讨论 尾翰讨论这么认真 我都不好意思 因为我还想说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 前是因为我们11月26才投票 今天是9月5号 还有两个多月 要讨论马桶 讨论两个多月不会吧 不可能好不好 现在陈时中的文宣团队 如同两位前辈讲的 这个庄瑞雄跟林楚音不是不好 但是不够好 所以会加强操盘的人 这是这个总统级的选战 谁赢台北市谁就赢 你看这期自由时报今天头版 就是先继续追打张善政 自由时报为什么要追打张善政 因为要文宣 全国最重要全世界昨天最重要的事情 是张善政的这个研究报告吗 你管我 这我的新闻自由 我就喜欢放头版你管我 好吧你就放头版头吧 来 导播这个中间是什么 自由时报台北市长的民调 中是林先的 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没关系 他是写给谁看 那写给相信的人看 他就写给他的读子看 说陈总现在30% 因为这个民调的时间 这个马桶的新闻还没发酵 他调查时间是在这个之前 所以他这次民调明先 定心丸 就是陈总是领先 然后蒋万安跟黄珊 你们去抢第三名 去抢第二名 你们两个去玩气宝 他做这样的效果 大家吃了定心丸都 关门 因为我刚刚说还有两个多月才投票 所以前置我可以预见的是 类似这样稳定军心的 他会继续的出 他会hold住这些绿营的基本盘 上个礼拜我就不讲名字了 他说陈时中是姚文志 怎么看都不像 陈时中怎么会是姚文志 你嘛好了 陈时中不会被气保 会有气保问题的是 黄珊三坑 蒋湾 不会是陈时中 就前置我们上礼拜 上礼拜你没来 上礼拜我们讨论就是说 谁赢的台北市就赢了 所以国家队的资源 蔡总统的重心 一定会放在台北市 台北市拿下来的 就如同韋汉之前分析的 其他的我就不管 其他县市略有增长 谁输谁赢 那已经相对不重要的 一定是决战台北市 陈时中他会hold在这里 他不会是姚文志 他的基本盘 民进党基本盘在那边 前置我举个例子当我的结论 因为我们当时讨论 监督蔡总统为主 我认为蔡总统做得很差 可是国家队 遥控你不要转 你真的转我会昏倒 你看到友台 蔡总统表现非常好 就跟陈时中一样 我觉得陈时中的防疫 很多问题 可是其他我们国内 有另外一群人 认为陈时中防疫是英雄 帮他出影片 帮他写书 做他的志工 有人认为陈时中防疫做得很 这一个陈时中 一个蔡总统 在不同的新闻台 在不同的争论节目 他完全相反的解读 你觉得谁的解读对 我们现在必须看的是 11月26号投票的结果 开票出来陈时中赢了 陈时中就是对的 是吗 他只是赢了台北市长选举而已 并不假设他防疫做得 是对他疫苗采购 快赛等等 并不表示他是对的 可是我们的民主 牵着我们穷到胜选举 变成是用选举的胜负 来决定这个人 是对的还是错的 就我讲 我经常跟伟汉在打吹构的 如果年底是国民党赢了 就代表朱立伦是对的吗 年底就算是朱立伦 这个国民党赢了 朱立伦还是错的 但这怎么会是对的 所以不能用选举的输赢来看 我们的选举民主声道 只剩选举这个形式 是非常悲哀的 是 没错 这个辉文题到底是一个 非常深层的问题 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 观光之后继续讨论